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科大熊飞的富瑞吉 今天呢 我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 AI引发的教育变革 AI呢 它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缩写 就是我们所耳术能详的人工智能 那么人工智能这几年非常火 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能做什么呢 有人会说 它让人类失业 这是去年科学杂志 它做了一个预测 说到2045年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 有50%的人类的工作 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那么这个数字在我们中国呢 是77% 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 劳动密集性的这种工作 我们在2045年的时候 可以想象一下 到餐厅 我们有机器人的服务员 为我们服务 到银行办业务的时候 我们的柜台员 里面是一个机器人 我们吃着机器人 给我们做的饭 然后穿着机器人做的衣服 然后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去年 阿尔法沟大战李世时 引起了轰动 实际上就在此时此刻 阿尔法沟又在挑战 我们的人类的围棋的世界冠军 排名第一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教育方面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在座有些老师 我们的老师将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被机器人所取代 那是一个什么情景 如果我们的同学们 以后都是在课堂上听机器人老师在讲课 那是一种什么情景 有人可能会怀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机器人工智能 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实际上是一篇小学作文里面的生字 下面有对应的两段读音 那么我来听一下 和 哀 膨 脏 偏 倒 停 连 再听一下第二段 和 哀 膨 脏 偏 倒 停 连 大家说一下哪一段 哪一个读音读得更好呢 更标准呢 我们人很容易判断出第二段更好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机器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我们大体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来做的呢 来一段语音 它在计算机里面呢 是表示成这样一段波形 这段波形呢 它是对应的是英文的单词about 首先呢 对这个波形呢 进行一个切分 边界的切分 把这个分成音节 我们叫音速边界切分 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 是根据大量人工标注的文本 就是语料来做的 然后还有一次同时呢 还有大量的 就是读音对应的文本 这样的一些资源数据 然后我们计算机可以学出 about对应的真正的读音是什么 那么新来一段真实的录音 可能是实际考试中 学生的读音 那这时候我们同样做一个切分 然后做对齐 然后可以判断出最后一个地方 about它读成了about 最后一个音节它读错了 我们用这个声学的模型 可以把它的这个错误 给它解测出来 这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怎么解测这个机器到底 它评判得好不好呢 我们做了一个评分的实验 实际上我们在口语考试中 是由老师来评分的 那么我们请了十位资深的评分专家 请他对同样的一段语料 进行一个打分 以平均分作为一个标杆 然后同时呢 再请机器以及普通评分员 对这样的语料进行打分 然后比较这个人工分和机器分 跟这个专家分的差距 我们发现呢 是机器分与专家更接近的 所以呢就是 我们在人工智能 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普通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例子 请再听一下 就是刚才的第一段录音 河 哀 盆 藏 偏 导 停 连 对 我们实际上不仅可以评分呢 评分而且还可以把这个 它读得不好的地方给它揪出来 比如说这个切后鼻音啊 评射音啊都可以解释出来 那么大家看到就是在这方面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的工作了 难道大家看到的只是让人类实验吗 其实不然 我们每年这个支持的这种听说考试呢 大概有三千万分钟左右的录音 如果全部用人工智能力评分的话 需要三万人贴这样的工作量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工作 那么用我们的技术呢 可以很快 而且并且呢是非常公平公正地去给它 得到这个评分的结果 因为大家想到就是人去 干这样非常繁重的工作的时候呢 它是容易疲劳 它很难保持这个切后标准统一 但是对于我们机器来说是没问题的 人工智能可以使教育更加公平和高效 不仅如此 大家在北京可能体会不到 其实在一些偏远的地区 我们教育资源是比较匮乏的 实际上有很多地区 老师的普通话水平都不过关 更谈不上去指导这个学生的反应了 那么用我们这套系统 可以很好地去指导 纠正学生的这种错误读音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 是一个语音的评测 实际上我们人工智能是分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用算智能 这个从计算机第一天诞生起 就是比人类有优势的 比如说我们每天举个例子 我们每天可能会用到地图 手机上的地图 那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北京的公交泄露都记下来 而且快速地去搜索 这一点是人类做不到的 所以在用算智能上 计算机早已跃跃地超过了人类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叫感知智能还有运动智能 感知智能对应的是我们的听力 还有视觉 还有就说话的能力 然后运动智能呢 就是说我们的动作的控制 比如说动作的精种性啊 运动的平衡性啊 这方面的控制 如果说第二阶段是所有高等动物都具备的智能的话 那么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最高级阶段 认知智能 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 区别于普通动物 就是能理解会思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的语音评测 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属于哪种智能呢 大家告诉我属于哪种智能 属于用算智能吗 还是感知智能 还是认知智能 它肯定不是运动智能了 对 我听到有同学说是感知智能 说明您的这个认知智能力 认知智能是非常强的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有的这种能力 可以通过思考去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在能思考吗 因为人类有思想 所以创造了很多这种文学 艺术的作品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 它能做到什么呢 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篇作文的一个片段 题目是答卷 我来读一下 今天6月21日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也是命运的决定 那就是中考 中考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 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 今天早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 同样的题目 它说出夜门越寻观 别父老辞长安 一生生孤狼长嚎 趁着阴惨的月色 渗入这片狂杀 慢贴的昏腕之路 你紧了紧手中的缰绳 然后后面说 不知你苏武可否答出 然后我们来现场做一个评分 假如这个是60分满分的作文题 认为左边这一个第一篇 能达到45分的请举手 比较少是吧 认为第二篇能达到45分以上的请举手 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评分是我们机器给出的 机器自动的评分 一个38 一个50 和大家的认识是很一致的 那么我机器除了评分 还能够做什么呢 还能做评乐 批改 比如说这篇作文 可以识别出它的优美句子 人生中每一次困难 就是一次磨练 每一次磨练就是一张答卷 还可以去分析出它的主题理义比较好 由答卷 引申到了文天祥和曲悦的人生答卷 还可以识别出这个词汇的错误 错别字 还有卷面不够整洁 也能识别出来图文比较多 其实还可以做很多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实际上我们是从原始的诗卷 纸质的诗卷通过扫描仪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计算机里面的一个图片 然后再用O3的技术 把图片中的文字给它识别成文本的形式 然后再结合这些视觉 它有老式的达分 这样的有些海量的数据 我们有千万数量级的这样的数据 就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学习 计算机学习它中间的评分标准 就可以对新的视觉进行一个评分 那么这里头的一个核心的算法呢 是这个Attention Based Cn 我们简单通俗地理解一下 就是叫注意力神经网络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模拟 人脑的思考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对一篇作文去看它的主题 对评判它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注意力是集中到它的内容 是不是跟题目所要求的符合 如果说是去评判它的利益怎么样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篇作文它的思想是不是符合主流价值观 如果是评判这个语言表达的话 我们就看它的切词造军的能力 修词手法 优美句子等等的使用的能力 所以在不同方面它的注意力是不同的 我们通过刚才收集到的大数据 去学习人类的评分 人类老师它的评分的习惯 我们可以把这个评分的种词 可以学到这个神经网络当中 然后呢在于新的这种视觉来了以后呢 我们基于这个attention的网络呢 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视觉进行一个评判 实际上大家在刚才这个评分的过程中 在潜意识里面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好 这是我们的跟刚才的这个语音评测一样 做了一个和专家的对比 同样我们计算机是超过了普通的评分源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除了说这个大规模考试 取代了人类的繁重劳动以外 还能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满意度的一个调查结果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一个什么 关于什么的满意度呢 我来公布答案啊 是学生对于作文批改的满意度 就学生对于老师的作文批改呢 大部分人是不太满意的 不太满意的原因呢 有两点 一个是批改不够及时 另外一个是批改不够细致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这是我们平台上的一个真实数据啊 我们平台有一万多所的学校在使用 服务于一千多万学生 每年都会产生三亿片这样的作文 这样就导致这样的一个现状呢 就是老师在评分的时候工作量是非常大 那么现在老师呢 我们平台统计呢 它的评约的速度呢 是20秒每天 就非常快 在这么短的时间呢 可能很难去给他做一个精准的 就是非常详细的一种评约 可能能看个大概 那么有接近40%的老师呢 他是三天甚至是一周之后呢 才会反馈这个作文的批改结果 反馈的不及时就会导致呢 我们的这个老学生学习作文的兴趣会下降 那么用了我们这套系统呢 就可以很快地快速地 给出详细的评约结果 把老师从这种反重的作文批改 的活动中 就工作中解脱出来 我们人工智能还能做什么呢 让我们来展望一下 第一个是英才诗教 这个是我们的孔子 在2000多天前提出的 英才诗教呢 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梦想 他讲的是根据学生的这种资质啊 特点进行个性化的教学 那么实际上我们实施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说是给每个学生去 配备一个天生的导师 这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今天有了人工智能 使我们有机会实现这英才诗教 怎么做呢 实际上在每次考试以后呢 我们的人工智能 它是可以分析学生的作答情况 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呢 可以分析出 他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有了知识点掌握情况呢 可以布置个性化的作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学生 已经充分掌握了的 熟练掌握了的知识点 我们就不必再去做练习了 而去集中精力去做这个 他掌握得不太好的这些知识点作业 那么对于老师也一样 我们分析整个班级的 这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那么对于那些 大多数同学都能掌握得 比较好的知识点 我们就可以在课堂上 做解掠的讲解 然后集中时间呢 去讲解那些 大家掌握得不好的知识点 第二个是 这里头大家都看到的是 智能监控 我们在未来的智慧课堂 可能会配备这种高清的摄像头 它能捕捉每一个学生的面部表情 根据面部表情分析出 这个学生注意力是不是集中啊 他对当前的这个知识点 掌握的情况如何 然后根据这些掌握的这种数据呢 就是反馈到老师这里呢 老师可以调整这个 讲课的节奏啊 讲课的内容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有了这个 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们 不要紧张啊 你上课的时候 你就不能做一些小动作了啊 好 基于以上的这个分享呢 我想呢 实际上请在座的老师 可以大可不必担心 我们的人工智能呢 不会让老师失业 反而呢 只会让教学更加高效和快乐 可以使这位 各位老师呢 从繁重的这种 工作中解脱出来 而去花更多的精力 去到这个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的这种 创造性的工作当中去 然后最终受益的是谁呢 最终受益的是 我们在座的学生 他可以接受到更加全面 更加个性化的教学 学习更加的高效 更加快乐 那么最后呢 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去迎接人工智能 为我们教育 所带来的伟大的变革 谢谢大家